10月23日 波音公司工人投票拒绝新的工资合同 已经持续6周的罢工仍将继续 该合同规定4年内工人的工资将上涨35% 但遭到了64%的人投票反对 工人们认为10年来他们的工资一直落后于通胀 而这家飞机制造商却花费了数百亿美元回购股票 并支付了创纪录的高管奖金 工会方面坚持工资必须提高40% 并恢复10年前被冻结的传统退休金计划 9月13日 波音公司西海岸工厂的3万多名机械师发起罢工 导致最畅销的737 MAX以及767和777宽体飞机的生产暂停 这场罢工正在重创陷入财务困境的波音公司 波音公司当日报告季度亏损超过60亿美元 此前该公司宣布全球裁员17000人 并计划筹集足够现金以避免申请破产 避免申请破产